北京时间9月29日,2017国际篮联亚洲冠军杯半决赛在湖南郑州继续进行,新疆在前三解落后的情况下,莫杰上演翻盘好戏,最终以79比70逆转战胜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功晋级决赛。 新疆亚当斯27分,九篮板四助攻,于长洞13分,可兰白克11分,西热利江10分,布拉撤4分,五篮板,里根4分。 于长洞得到了国内球员最高的13分,最关键的是他的篮下进攻给对手造成压力,也在追分时成为了球队的力气。 对于弟子的表现,李秋平赞不绝口,不管是联赛还是全运会中都有非常好的表现,首先是建立他个人的积极性基础之上,他无论是防守,进攻他都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他干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篮领球员的活儿,防守,抢篮板,给大家制造机会。 这两个赛季,长洞的进步不光是做好了战魂类活,在进攻上,我们也要求他要大胆,篮下的进攻要提高,不光是飘在外线,要去篮下要去杀伤,这样篮下有杀伤,外线有篮子。 这两年长洞进步非常很大。 于长洞的成熟汉星将对一路走来最终夺得总冠军一步步建立的自信不无关系。 李秋平也向大家讲述了于长洞的变化,他真的是比较成熟了。 以前他抢到篮板首先考虑的不是进攻,是先找同伴,找机会。 现在进攻选择多了,抢到篮板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周琦吩咐NBA给新疆队带来的是高度的缺失,以及内线制高点的失去。 但这种所谓阵痛新疆队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们也在积极的弥补。 积极的建设,尽量把周琦离去的空缺影响降低到最小。 赛季结束就基本知道周琦要去NBA了。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你想弥补,就能马上弥补的。 他的封盖他的篮板解决不了,我防守解决不了的就靠进攻去解决。 我们这个赛季就要求打得要更加的快速打小球,靠这个去弥补我们在周琦这个点上的空缺。 李秋平说,晨曦。